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林慧宇也可以叫我Arena 目前是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担任研究生 今年7月的时候会毕业 毕业之后会留在北京继续工作 自己是在17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大陆的上海 来进行交换 因为第一次来大陆所以看任何事情都觉得特别的心情 就是很想要去各个地方玩 所以那时候去了北京 南京 桂林 还有其他很棒的地方 更棒的是在那边认识到一群非常好的小伙伴 其实我本科在台湾本科一开始 我是没有打算读研究所的 但是在统计的这个经验跟很多朋友交流之后 就奠定了我想要读研究所的想法 我觉得大陆的学生们都非常的用功 因为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天去图书馆 可能只是办一点事情 我发现图书馆的人都是全满在那边读书 我想哇开学第一天而已 大家都这么认真的吗 我就觉得其实自己远远的不够 所以这个环境更多的是督促着我说我要更加努力向上 而不是画地自现觉得自己还不错 其实自己可以更好 那之后呢20年的时候就是考上了北京大学 那在这过程之中呢有两段实习的经验 其实我非常喜欢在北京的两次实习经验 就是第一间我是在互联网企业做培训专员 然后那个时候的领导对我特别好 就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去思考很多事情 他也是支持鼓励式的方式来培训我 就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自己还在适应中 但我主管都不会太严厉的批判我 他会跟我说这可能只是个过渡期 第二间企业的话我是在德企也是做培训专员 那虽然我觉得德企的员工可能花会花很多时间在开会 所以我也不是很长的时间能够接触到我领导 但是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舞台 然后让一个实习生能够去做一个我觉得非常大的项目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仅是奠定自己的很多作品集啊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看到他们对我的认可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怎么去交流 然后让自己不论是软技能还是硬实力 都有个很大程度的提升 那我现在实习的地方就是我毕业之后 会以正职入职的企业 那在这个四个月实习过程之中呢 我再次看到了我现在的这间企业 它的一个国际性跟多样性 那也更加笃定了我真的想要在这间企业工作的一个决心 心安之处即是佳 希望我能够坚定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在未来不设限开创更多的可能性